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 上车 何晨光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自己离父亲越来越近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你到了特战旅以后 我就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谢谢旅长关心 我考虑再三 我觉得 现在我该跟你好好谈谈 你父亲 是我认为 是最优秀的青年军官 很可惜啊 我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想跟你谈一件事 您是想告诉我 谁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你猜到了 我猜到了 我想到你会猜到的 我理解你 这并没有影响 我跟你的父亲 都很协为啊 你成熟了 其实当居差任务失败的时候 我真想不故意接他冲下去 抓住他 干掉他 可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 我是第一狙击手 我如果冲下去了 我的兄弟们也会冲下去 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会打乱警方的一切部署 我不能那样做 虽然我很想被父亲抱住 他会为你骄傲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对我来讲 是个耻辱 支持而后勇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这一局早晚会搬回来 但我确实觉得 在爸爸面前有亏 也不知道这只蝎子 到底还会不会来我们这里 有一点你尽管放心 掩死的都是回水的 蝎子是一个战术高手 是一个真正的行家 他还会在这混 只要他还在这行混 早晚都会死于非命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他自我恶多端 早晚会被干掉 我希望是我亲手干掉的 俗话说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也许冥冥之中 上天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可我并不希望 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这不是一个职业军人的表现 现在看来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会处理好自己内心的矛盾 谢谢旅长 你成长得很快 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相信 你九泉之下的父亲 你会高兴的 王亚东现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李嘉小同学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 你知道吗 刚才看见你的时候 我都有点心疼 我不希望你在这条道上 被拉下水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工作 协助我们找到王亚东 可以吗 这不仅是他最后的机会 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李小小同学 他现在是国际刑警通缉的药犯 他现在在逃了 现在就是最佳一等 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 把你说的知道的告诉我们好不好 我不知道 小小告诉我们好吗 我不知道 小小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好不好 你们不要逼我 我不知道 小小 小小你听我说话 你听我说话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希望你能协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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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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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警察医生 快 小小 小小 你怎么了 小小 醒醒醒醒醒醒 小小 快别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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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请您退到提名线以外 我是来自首的 我是国际刑警通缉的 A级通缉犯 王亚东 我是来自首的 进来 文总 怎么了 完了都来自首了 他在哪儿 正被我们的客艇带进来 走 去看看 我来自首 鞋子呢 已经到公海去了 他再要去哪儿 我不可能知道 你知道后果吗 肯定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对他有过承诺 你这个胡同蛋 带走 我有鞋子什么呢 你以为你自首就没事了吗 你虽然只是犯的包庇罪 就这一点 足够你堆上姐的大牢了 我不想再逃了 我真的很累 那你的妻子怎么办 她很年轻 也很爱你 你就这样丢下她吗 我注定要对不起一个人 我既然选择了对这些蝎子 就只能对不起她了 你可以对不起你的妻子 你还想对不起你的孩子吗 她怀孕了 刚才她晕倒在了我们的审讯室 我们的医生对了做了检查 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她在哪儿 在我们的幼势里 你放心 她会很安全的 带我去见她 求求你了 让我见见她 求求你了 让我见见她 让我见见她好吗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带她去 谢谢 谢谢 打开手铐 温总不可以 她会公主 她要去见妻子 应该知道清楚 打开 你自己进去吧 谢谢 好 谢谢啊 你是谁 你进来做什么 要动 做什么 出去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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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要抓你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你快 小球 小球 我是来自首的 自首 我不想再逃了 这些年我逃够了 会滚多久 小球 我激突兴了 别再问了小球 反正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会怪你 我会等你 一直等我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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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难过 你要当爸爸了 没关系 只要你还回来 我就会等你 和孩子一起等你 没关系 温总 都半个小时了 没事 他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让他们说吧 不怕他们传功了 人都来自首了 还有什么好传功的 这次见见了他老婆 他什么都会说的 那您在发愁什么呢 我现在开始真正的发愁 发愁的是 他的老婆和孩子 是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你想好了 是的 想好了 你知道 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知道 可能是一座乱分岗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其实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鞋子 曾经是我的偶像 是我在兵团的领入人 他一直都是我的商机 我们在一起同上公司很多年了 我相信这个 您已经知道了 我围棋马首是真 他也的确是我心目中 最优秀的职业军人 是什么处事你 决心要离开他 杀戮 为了金钱的杀戮 鞋子离开兵团之后 便成了我不认识的人 他成了雇佣兵 成了职业杀戍 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当我发现 他在这条路上 已经不能回头的时候 我只能选择离开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去 是为了 获得减刑吗 不是 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鞋子一旦知道我是卧底 我是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 而要想瞒过鞋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必死无疑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因为 因为 我想做一个好人 我相信你 请你 照顾好我妻子 和我的孩子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做好你家属安东工作的 谢谢 如果我死了 听着 你要相信自己 还没有出发 就有这个念头 我无法让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宁愿取消你的卧底行动 牺牲 也不愿意看到你牺牲在一国大乡 牺牲 这下工作 当然是我的兄弟了 我希望你 一定在安全的前提下去完成任务 而不是 抱着自寻死路的想法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不如不去 我做这行工作这么多年 我不愿意看到 我的线人连个尸体都找不到 那不是我们的做法 任何行动 必须把现任的安全放在手围 你要坚定心心 也都能活着完成任务 记住 你的妻子和孩子 都在家等着你 对不起 让您等了这么久 等待是值得的 你没有让我失望 不死鸟 以后你的代号 就是不死鸟 给了你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能够平安地回回 我规矩 我规矩你 不是记录 是一定的 我走了以后 请照顾好我亲子 这是我奋力之时 你不要有后果之一 西子很狡猾 用权力的对方 你一定要等你安全 如果影响到你的姿势安全 千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记住 我不只要你的情报 我需要你平安地回 你的人身安全 一定一定要放在手櫃里 我走了 我走了 保重 我 Companies 不要 沈总 魂总 不信邀何以心质 权力呢 他虽然参加过歇死的行动 但是他始终没有参与过杀戮行动 我们对他的观察和分析来看 他是良心的一人 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诸位 他和蝎子之间的兄弟情谊 也不是假的 我想 他应该 与自己的选择 我们走吧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双方 进来 队长 总部加几条人 总部在等待回店 同志参美长 一起去核心吧 进行 加油看 起 向前看 上 立正 立正 立正同志 红西八特别新东总 全体情换毕 请指示 上西 是 上西 免令 受A国国防部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战旅 将派出特战队员 前往A国参加国际特种兵勇士学校 参加本年度的国际特战队员勇士训练营 免令宣布完毕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 红细胞特兵行动组 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参加这次国际特战队员的训练营 在以往的国际特战队员勇士训练营当中 我们的特战队员表现得都很出色 你们知道 我也去过 在那里还有我的名字 我知道这将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但是军队永远都是要英杰辈出的 不能光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打仗 要靠你们 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排除所有的干扰 去完成这个光荣而有艰巨的任务 你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 年轻的特战队员们 准备好了吗 趋势准备下 小伙子们 你们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终于组合 终于人民 好 我期待着你们的成绩 你们都知道了 这次任务啊 首长是毫不犹豫的 交给了红细胞 希望你们不辱使命 我相信你们都看过 国际特战队员训练营的资料 应该明白 他们的训练呢 是伴随着不断的实战 来自世界各国的学员们 都要接受训练营组织的实战 到了那儿 就是真正的异国他乡 举目无亲的 你们可能遭遇更大的危险 你们害怕吗 不怕 去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 是 向右转 目标速适 跑步走 他们长 有什么指示吗 让他们轻装上阵 思想上不要带包袱 这次你带队去 那里的环境你熟悉 规矩你也懂 我就不多交代了 是 带好队伍 注意安全不如使命 是 首长放心吧 另外 你自己啊 这心里头也要放下包袱 行动评估报告 已经送上去了 关于你的处分决定 吕常伟正在研究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接受组织上可能的处分 咱不咱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觉得啊 人只有干事 才能挨处分 不干事 还永远不会挨处分 如果这样的话 我宁可选择做事 我宁可挨处分 行 吸取教训 去准备一下 明天出发 是 处分不会太严重吧 是 这大伙兵真是很大 还能抽烫锅 这大伙兵当得真急 货 二娘 带这么多东西 奶水带吧 你出汤锅你不得带全国眼 是不是 怎么办 你带这么多榨菜 我不是胖 在外面吃不着中国菜吗 我带你 你带这东西都没用了 一把教导员带来之后 还是都给你扔了 为啥 教导员会告诉你 把所有不属于部队的东西 全部丢掉 都准备好什么了 明哥 好 再强调一下啊 记住 把所有不属于军队的东西 全部扔掉 快 笑什么笑 零儿妞 到 教导员的话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你们 别让我查出 你们四藏物品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走吧 走 这 这咋办呢 能咋办 扔了吧 扔了 多可惜啊 俺就好吃这一口 我也挺喜欢吃的 是啊 这真到了外边 还真不知道吃什么 我看 直接吃了得 我说你一口气吃几十包榨菜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是什么 会喝很多水 会哼死的吧 对啊 要不我们把它 扎起来 扎起来 看吧 这教导员惊得跟猴似的 你能瞒得过他呀 那你这脑子也不是猪呢 怎么办把人想出来的 我们是特种 不对 你这可算走私榨菜 对 我们这次的秘密行动 就是走私榨菜 咱们 正是 撒 Chief 它们到了 我们是 该死的 我 这次 传世界 上铭先生吗 你这谢总明对 欢迎你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混账 你不看在这地盘上 告辞啊 来 请坐 你是一个好保镖 但是要记着 不要在我面前随便动架 否则你的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 你要跟你对上先生动一个手指头 我会跟你拼命的 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先死呢 你叫什么名字 彭青山 我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我们可以做朋友 如果你有空的话 请到我这小队里边来看看 我喜欢你俩的傻蛋 符合我的口味 我这蟹子 挖墙角挖到我这儿来了 这 你知道吗 他是我得力的助手 少明先生 我得问一句 花了这么多的钱 你请我们来干什么呢 你知道有个勇士学校吗 知道 我在那里受过勋 尚明先生 你不会是让我去勇士学校吗 你是不是疯了 那个学校里面 有数以百计的特战队员 他们来自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特战队员里面的精英分子 就我们这个小队里面的人 到那里去无异于送死 你还不如让我们拿枪 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 包姐 我完成不了你的任务 等等等等 我不是让你们去搞掉勇士学校 我还没有愚蠢到 与各国的特战队为敌的地步 我是让你们搞掉其中一个人 他是来受罪的C国特战队队员 这个人跟你有仇吗 他杀了我的父亲 当时我们在C国做交易的时候 被他们的特战队伏击了 我知道 狙击手就是他 他的性命 自了 查猜 不客气 辛苦你了 记得 明天不要迟到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 来这里做战术演示了 为什么 明天我们有重大的军事行动 是演习 不是 实战 也不是 明天我们要出国了 去参加国际特种兵勇士学校 勇士学校 对 就是那个著名的定义学校 这可是我的荣誉 能够代表中国的特战队员 去参加国际特战队员勇士训练营 这可是很多人的梦想 可是那很危险 勇士学校的科目中 就有和当地贩毒武装的实战 我看过资料 有很多受信队员 就牺牲咱们 我知道 那你 这是一个特战队员的人 我相信你会为我救 我cycl过了 我认识我 回应我 你要回来 我走了 我不送你 我回来 你借我 怎么了 他走了 走了 他能去哪儿啊 国际优势学校 啊 这一次 你们代表中国特战队员 参加国际勇士集训 是全国特战队员的无上光荣 你们红细胞特别行动组全体官兵 承载着在国际舞台上 与一流外军特种部队同台表演的正 小伙子们 小伙子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要 希望你们不辱使命 养我俱为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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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可以 organizing 准备 准备 从民主 olvid 你来晚 monkey игры 你如果是此味 完了